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 课本266页 讲到这个 六路促长队不能动其心 心禅柱坚固 地观法生命 就是我们平常要训练我们自己 面对境界的时候 心不云 境界所动 这个禅宗有一句话形容说 这个好像你进入花园里面 看到种种形色的花 不为所动 我们面对种种的境界 不为这些境界所动 叫做八风吹不动 力衰毁运 称姬苦乐 他这里讲到说 经中曾有云散日线的比喻 那么这里讲到几种 就是凡夫如乌云密布 完全遮蔽了太阳 正出国的时候 像乌云忽然散开 露出太阳一样 但乌云太多 还在孵而遮蔽 孵而隐显的变动中 然后云渐渐的淡了散了 到末后浮云近近 那么最后是阿罗云 极明极近 正如日光朗造 处在万里无影的晴空之中 那这个是导师引用大自治论 导师经常引用大自治论 那这个是自治论里面 龙树菩萨说引自经济的 但是也不晓得出自哪一部经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导师引自大自治论的 他是 就是举了这个批评 凡夫还有正果的人 还有阿罗亥救庆的人 他有这几种 那大自治论他是这么说 那我们再来比对一下 大自治论 他是用春夏秋冬 这四季来比喻修行的四种状态 第一个 他说这里的凡夫 经中有云散日线的比喻 从凡夫出国到阿罗亥 他这里讲 如下月天雷电云 如下月天雷电云 天雷 如下月天雷电云 应该是这样 如下月天雷电云 应免复义不清间 凡夫无治亦如此 种种烦恼常复心 凡夫无治 用夏天 这个打雷斩电夏雨 那就是为打雷斩电夏雨 一定是云层覆盖很厚 凡夫无治 第五是 种种烦恼常复心 种种烦恼常复心 这个就是导师说的 那么凡夫如乌云密布 完全遮蔽了太阳 这是导师讲 就简单讲这样 其实它是这个季来的 它是用春夏秋冬来比喻的 这个是凡夫 这个是凡夫 这个是夏天 第二个是冬天 如冬天日死一出 如冬天日 这个是如夏月天 如冬天日死一出 太阳偶尔有出来 就好像我们要正出国了 忽然之间 像这样 或是开始正道 常为温气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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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完全见不到太阳 没有智慧 这个是有智慧显现了 但是没有常常 如冬天日死一出 太阳有出现了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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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义 这个念义 这里也有 常常都有 义 义就是天色阴暗 形容 智慧没有显现 阳光没有出现 虽离玉兰 不是 虽得出果第二道 出果或恶果 出果或是恶果 因为出果恶果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 它断三结而已 出果跟恶果都断三结 那么它还有贪生痴 出果 出果跟恶果都断三结 都有贪生痴 都断三结 所以太阳出现了 这个电光一线 但是它都有贪生痴 但是比较起来 比较起来 出果的贪生痴比较重 恶果的贪生痴比较薄 就是薄贪生痴 只有这个差别而已 就是比较重跟比较轻 比较细跟比较薄 就是我们讲 贪生痴比较重跟比较轻 或比较粗比较薄 比较厚比较薄 是这样的 就出果 出果是比较重 恶果是比较薄 就是 所以它叫薄贪生痴 所以它叫薄贪生痴 所以得出果第二道 就是得到出果跟恶果 有为欲染之所必 但是它还有贪生痴啊 所以它还有欲 还有五欲 还会懒着五欲 还有贪 还有痴 可能还会 还会享受这种 色生相畏处 还会追逐 还会 但是不会很严重 跟凡夫比起来 所以 有为欲染之所必 欲染之所必 所以仍然为烦恼所覆盖 但是这个跟打零夏天 完全看不到太阳不一样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出果恶果 这个是凡夫 凡夫用夏天来比喻 夏月天 这个出果恶果用冬天 不太阳来比喻 没有很大 那是至少有温暖 那这个是出果恶果 出果第二道 好 那第三个就是三果 我们来看 那导师这里的 导师这里的比喻是 用三个而已 就是 凡夫 然后 有学跟无学 有学就是出果恶果三果 那无学就是阿罗安 其实是这样 好 那第三个 第三个是 若如春天 日欲出 就是春天 春天日欲出 这是春天 春天的太阳 那么 时为阴云所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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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似 蓝痴漫流互信 这个是三果的圣者 三果的圣者 用春天的太阳来比 太阳就是智慧 但是这里是没有太阳的 只有雷电 是没有太阳 这个有太阳 但是偶尔出现 这个已经是太阳比较常见 但是偶尔有阴云 时为阴云 这个是太阳偶尔出现 这个是阴雨偶尔出现 烦恼偶尔出现 所以不一样 那我们学习佛法就是 从烦恼多到烦恼少 从烦恼粗到烦恼性 那从智慧偶尔出现 就是常常都迷 偶尔绝 到常常都是保持在绝的状态 偶尔会迷失 那到了阿罗汉就正念不迷失 完全是正念正知 其实这样 这个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的差别就在 你常常 常常有没有依着佛法起智慧 正念正知受持这个佛法 偶尔像我们有时候何会忘记啊 有时候境界来就忘记了 那这个一般来讲 叫做就是前面说的 就是说这个三观 西光三色里 水流逐浪光 一般来讲两种境界 等一下再来讲 讲这样 西光三色里 就是一切境界 就是凡夫都是这样 西光三色里 水流逐浪光 随着这个流 那个水漂过很多这种 就是这个光景很漂亮 那个落花落在水里面 你看着很漂亮 就随着这个水流 一起去追那个花 水流逐浪花 或是逐浪花也可以 就是类似像这样 西光三色里 水流逐浪花 那么这个是凡夫的境界 那么圣者的境界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讲 进到花园里面 那么知道花 知道花很漂亮 知道花很香 但是不动心 这个叫做摆花重里过 片叶不沾身 就是我们前面这里说的 这个是 这个八风雀不动 六路促长队 不能动其心 就是这个 一般叫做摆花重里过 片叶不沾身 不沾身 摆花重里过 片叶不沾身 就是境界非常多 那么但是你都不会心去执着 这大概是形容大概凡夫 凡夫跟圣者的境界不同 简单讲是这样 这个是圣者 有觉性的 所以佛是念念觉 阿罗汉也是念念觉 出国 二国 三国 偶尔觉 偶尔不觉 层次有差别 三国觉的程度大 他用阳光来比喻 那如果凡夫是迷而不觉的 完全没有觉 那就是他是见到那个光是 就是我们这都无落会 但是像我们现在是 在那种要觉的 就是阳光还没有出现 但是没有那么暗 模模糊没有那么暗 稍微有那一种 稍微就好像早上起来 阳光还没出来 但是没那么暗 跟晚上那种暗不一样 但是早上阳光还没上来 但是没有那么暗 类似像这样 那见见见见就会看到阳光了 那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是三国 余禅 痴 慢 还有痴 因为三国有什么 五上分解 那么 还有慢 还有无名 无名就是痴 那么涉滩无涉滩 调子慢无名 他的烦恼是涉滩无涉滩 涉滩 无涉滩无涉滩 那么吊菊 慢无名 这个是三国 所以无名就是痴滩 还有慢 还有一些烦恼 无名是巨生 巨生我质 那这个分别我质在出国已经断了 在出国已经断了 出国恶果断三箭 生贱 生贱就是分别我贱 就是生贱 借进取奸 跟疑 但是贪生是还有 借进取奸 跟疑 这个是出国 这个是出国 俄果的话 薄贪生吃 三国就 这个二国 三国是断 没有 这个三国 这个还没有 三国 这个是阿罗汉断的 阿罗汉才断掉这个 就是把这个三国 还有这些烦恼 三国还有这些烦恼 这是三国有的烦恼 但是三国是断什么 这个是三国有的烦恼 但是三国是断 浴滩跟疹 他断的是浴滩跟疹 浴滩跟疹 他断掉了 但是他还有这个 色滩 螺色滩 钓取曼流 这个要到阿罗汉 把它断掉 断了这个才能证阿罗汉 那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二国 保滩认知而已 那出国断三箭 都还有浴滩 还有疹 还有浴滩 你看还有浴滩 那浴滩跟疹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出国二国都还有浴滩 到了三国浴滩没有了 但是还有曼跟五米 还有吊取 色滩如色滩 其实是这样 到四国 到四国 叫阿罗汉 我们来看 春 夏 冬 那就是秋天 阿罗汉就秋天 万里无云 秋天万里无云 一如大海水清净 所作以伴无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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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汉如是得清净 就是三国有的这些烦恼 阿罗汉就把它断掉了 完全像秋天的太阳 完全都没有云 万里无云 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这里讲的 阿罗汉极名极尽 极名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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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这个 正如日光阮照 处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中 那这里正出国时 乌然散开 那这个是出国二国 到末后浮远近近 这是阿罗汉了 好 那云渐渐淡了散了 这个可能是 这个像三国 那这里是 这里是秋天的太阳 那这个是阿罗汉 好 那这个就是导师举的 这个 形容圣者 的这个辟域 那这个辟域是引致大制度论的 是荣素 那荣素的大制度论 它说是引致 引致阿含金的 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还没有找到阿含金 到底是哪里有讲这个批 那因为每一家传颂的 金是不一样的 那也有可能像我们 北传的这些 求纳帕托罗翻译 这个说一些有不的 颂盆里面 还没有看到 我到现在还没找到 还不知道它是引致 哪有不清 不过荣素说 它是引致金的 好 那 那 这里是讲到 就是我们讲到 这个导师举 金中曾有 云善日现的比喻 那 这个比喻是来自于论 那这个论 这个论 据说是引致金 所以导师就直接讲金中 但是不知道是哪一部金 我们不知道 好 第二个 正的阿罗汉的圣者 现在就讲阿罗汉跟凡夫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凡夫也要穿衣吃饭 那圣者也要穿衣吃饭 阿罗汉也要穿衣吃饭 那么到底两种 就是有正阿罗汉跟没正阿罗汉 从外表上看得看得看不出来 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从一个人的行为跟外表上分别出 看得出他有没有正道 不是他自己说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从一个人的行为 当然有些从他的语言里面 或是从他的讲话谈谱 我们可不可以从有一些准则 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有道还是无道 这个人正道正道什么层次 有没有稍微可以知道一下 其实是有的 我们先来看 那么正的阿罗汉的圣者 无论是定力的浅身怎么样 我们说过正阿罗汉是究竟 那么正阿罗汉的定力 因为前面讲阿罗汉最多可以分到九种阿罗汉 但是主要是两种 叫做拒解脱跟贵解脱 那么所谓的拒解脱跟贵解脱 就是定力的深浅的问题而已 当然这个还有很多种说法 有的时候只要有根本定 他就可以就拒解脱 有的时候要四产以上的定才可以 有的时候一定要正道面镜定 但是最主要的差别就是一般的说法 我们现在说一般的说法 有的时候四产以下的就是会解脱 有的时候要四产以上的才是拒解脱 有的是出产以上的 一般的说法是出产以上的 那么有灭尽定的 那么这个是拒解脱 出产以下就是没有根本定的 没有根本定只有贵道地定 那么这个是会解脱 那用这个来表示定力的深浅 他说但是都是阿罗汉 不管是会解脱还是拒解脱 都是阿罗汉 那有根本定跟没根本定的差别在 有根本定就有神通 可以发神通 那没有根本定就不能发神通 但是未到地定也可以发无肉灰 所以那么就可以断尽一切的烦恼 就可以解脱 可以证阿罗汉 那现在讲 如果你证阿罗汉 不管你是会解脱 还是去解脱 在没有舍到以前 总是生活在世间 释迦摩尼佛在普提树下 就证阿罗汉 就成佛了 舍利佛目见年 摩侯加瑟 那几万个阿罗汉 一样啊 那么一样是这样过生活 那心态不一样 行为不一样 那他说 这个一样的吃饭 穿衣来去 一样的油化人间 待人接物 你不是说证了阿罗汉 不用吃了 证了阿罗汉 不用睡觉了 有些可以不用睡了 有些可以不用睡了 有些还没证阿罗汉以前 他就克服一下这个睡了 像佛陀就没有睡觉了 佛陀都是用打坐来休息的 他也没有睡 有一些阿罗汉也不睡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 他也不是睡了 就是他的睡跟我们的睡不太一样 那 所以他的身体 他的环境 总是世间的有落法 这个是夜暴生 这个生不是他证阿罗汉得的 是他还没证阿罗汉以前 烦恼 烦恼 所感召得到的 有落的夜暴生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证阿罗汉 那么他有烦恼 他过去的烦恼 夜 那么成熟 那么感召这个果报生 那我们现在这个果报生 也是有落的啊 也是烦恼夜行程的啊 如果你现在 那么听了佛法之后 你证了阿罗汉 你这个报生 还是过去的那个报生啊 一样 但是你的心不一样 你的生还是有落生 但是你的心是无落恢了 就不一样 但是从外表看起来 这个 因为这个有落的报生 他还是需要 他一样 他是不能够违背 因为有落的 有落的果报生 他一定是生灭的 他一定有生灭 那生灭一定是老病死 一定要 一定是要怎么样 那 随顺世间的 但是也有可能做转变 比如说 你如果厉害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不吃不喝啦 也有可能 入定啊 或怎么样啊 也有可能 用什么法 那么你也可以延缓他的老化 那么延长他的寿命是可以的 所以你只要有神通 佛说你要修的是神主 那么你可以注受一解 一解到底多长不知道 但至少可以延个一千年 没有问题 就是你可以多活一千年没问题 你像那个兵头颅 婆罗斗 都活了两千多年了 他还是那个夜报生 用那个夜报生 不是用他的法 法性生生 不是 他是用那个 他当时跟舍利佛 穆建年 大家是一样 那个有落的报生 还存在 如果释迦佛要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这种道家也可以 但是他们有神通 好像是可以延寿了 可以活长一点 那可以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这个 童言赫法 或是说不是 所以说 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年轻 可以延缓那个老化 可以延后死亡 可以这样 就是你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了 但是 即使是这样 也只能延而已 不能改变 不能改变 一定 最多最多 就佛法讲最多最多一解 也要 也要衰变 因为这个是世间禅法 没有办法 你只能延长延后 稍微做改变 不能够完全改变 所以 只要有生就有死 那么不能够改变 你可以延后死 但不能不死 你可以延后老化 但不能不老化 他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讲到 他的身体 他的环境 还是世间的有落法 还是无常苦不尽 所以无常就是什么 有生命 那生命 讲详细的叫生住一命 生就是本来没有 后来有 住就是持续的有 那住 义就是开始改变了 那灭就是消失了 就是这样 那每一个法 世间的法 色法 心法都是这样 生住一命 生起了 持续 持续的生起 改变了 消失了 要消失之前 他会做转变 就好像一朵花 没有开了 持续的开 开了五天之后 看什么花 如果兰花就开久一点了 那如果昙花 就一夜而已 一天就没有了 雕尾了 那要消失之前 他会先雕尾 雕尾之后 掉下去了 没有了 就会变色 变得没那么新鲜 变得没那么好看 那类似像这样 这个叫做生住一面 生起 现前持续的生起 那么维持一段期间 那每一法不一样 那如果在这个例子里面 基本例子它就叫衰变 那么它会产生生起 然后持续 然后衰变 然后怎么样 然后消失 没有不见 其实这样 这个叫无产 那么这个身体一定是无产的 一定是苦的 一定是不见的 因为这个不是说阿罗汉 有无产苦不见 不是 而是他过去的这个夜暴生 是因烦恼来的 所以他一定也是这样的 这个果暴生是这样的 然而阿罗汉生活在这世间 却不受雜染的环境所熏变 所熏喜所改变 也不会 就是右路触残对不能动其心 这个二十地友也是这样讲 面对境界 好的不好的 好的也不会动心 不好的也不会动心 但也不是像石头一样 他不知道 那么这个一般的说法就叫做 急而残照 躁而残疾 一般就是用这种说法 急就是不动 躁就是知道 清楚 然后有智慧 他不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下 不是 就是太阳 就是智慧 智慧没有被云遮盖过 没有 从来没有 一直显现的 那么这个一般来讲 急就是不动 躁就是躁明 就是有智慧的 看待世间的一切 而不动心 就是这个叫做六路触常对不能动其心 这个就是躁 这个就是躁 前面讲的这里叫做 心肠 住坚固 地观法身边 这个就是躁 一般的说法 急而残照 躁而残疾 这是我们一般用的比较简单的来说明 这个急而残照 就是躁而残疾 六路触常对 这个就是六路触常对 不能动其心 经常面对一切的境界 用智慧看待世间的一切人生物 六路触常对不能动其心 就是躁而残疾 不能动其心 我们看六路 六路触常对 就是对近身心 不能动其心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急 这个是二十亿 解脱之后也是这么说的 不能动其心 就急啊 常急 不能动其心 但是他并不是不知道 待人接入应对境界 他知道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人说的这个法 这个他是你的 是绝的 他是好的 是不好的 他都知道 他也清楚 舍利佛 穆建年 释迦佛 看到提伯达多 他怎么知道提伯 他也知道提伯达多的心不对 他要学神通 没有人要教他 为什么 他知道他学了这个神通 只会助长他的罪恶 没有人要教他 但是提伯达多这样 提伯达多对释迦佛这样 对舍利佛这样 对穆建年这样 他们也不会受提伯达多的影响 但是他很清楚知道 提伯达多是不好的 是愚痴的 是邪恶的 他知道啊 但是他的心不为所动 这个叫做造恶常吉 就常对 就是义智慧的 心肠住坚固 心肠住坚固就是吉啊 心虽然都不动 但是时常看见一切法的深住意面 地观法深入 非常很清楚的知道 他的烦恼升起了 他的烦恼落去 他本身是没烦恼的 他身上会看到世间不断的生灭 众生不断的生脑病逝 然后众生的烦恼不断的生出意面 他很清楚 这个人起烦恼 他是因为什么起烦恼 这个烦恼在变化 这个烦恼消失 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起烦恼 他都很清楚 但他本身自己没有烦恼 心肠住坚固 地观法深入 心肠住坚固地观法深入 那这个就是长照 那这个溜如出长队 照 不能动机心 长急 你看他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以前的主师大德很喜欢用急而长照 照而长起 我们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什么什么急 什么照 其实他就是这样 就表示内心的一种状态 阿罗汉是这样子 好 那他说 阿罗汉在生活在这个世间 却不受砸懒的环境所循辨 那么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 百花从里过片叶不单身 也就是用这个说法 这个是禅宗喜怀用的说法 那法文物就是西方三色里 水柳竹肉花或是水柳竹爛花 都可以 那就是这样 跟着境界转 跟着境界跑 那境界跑得越快 你骂我骂得越大声 我反抗得越厉害 反正就是这样 你对我越好 我懒着的越重 反正就是这样 就是随着境界跑 随着境界转 我本来是没有烦恼的 因为你的烦恼 我烦恼 那我们会讲 我们有时候会把论为说 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你如果不这样讲我 我就不会这样生气 所以那如果对我好一点 我就会比较好 那我们会觉得 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 其实不是 还是你的问题 那么我们把这个人换成什么 换成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 这杯水那么好喝 那么所以 因为这个水太好喝了 所以我就一直喝一直喝 如果它是一杯果汁 或一杯玉落乳 或一杯酒 如果它是一杯酒 这个酒太好喝了 所以害我一直喝 不是我贪心 是这个酒太好喝了 所以我才会一直喝 如果这个酒 没那么好喝 我就不会一直喝 你怪酒太好喝了 所以才引起你的贪心 我本来是不贪的 就是因为酒太好喝 我才贪 就好像是 这个汤不是你的 这个汤是因为酒带给你的 不是 那么我们随着境界跑 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烦恼 归罪境界引发的 这个不是我的烦恼 这个是它带给我的烦恼 就好像我本身没有病毒 是它把病毒带给我的 那不是我的问题 把它消灭了 病毒就消灭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问题 那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 就是 看到我们自己的烦恼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 这个烦恼不是我的 其实就是你内心生出来的 那阿罗汉 面对一切不好的境界 好的境界 不好的境界 都不会隐身烦恼 佛也是这样 那么就是 解脱的人 没有烦恼的人 阿罗汉跟佛 佛就是大阿罗汉 他面对一切好不好的境界 他都没有烦恼 当然我们一下子做不了这样 我们能做的就是 面对好不好的境界 我们控制烦恼 只能这样 我们稍微控制 让我们不要起那么大的烦恼 这个很好 我们控制 不要揽着那么重 这个不好 我们控制 不要起那么大的承认 只能这样 一开始只能这样 那你这样做了之后 渐渐渐渐渐 你的力量就会强 你开始就像这个 夏天都是雷电影 看不到太阳 但是渐渐渐渐渐没那么厚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他讲 阿罗汉不是说 渣染的环境所熏变 所以他在一切世间行中 清静不染如莲花 就是你常常保持清静的心 不染如这个世间 所以为什么六字大明咒 叫做 为什么奥马尼伯美奉 叫做六字大明咒 大明就是大智慧 大智慧就是不受烦恼 因为他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 你要时常保持这个心 不受这个境界的砸烂熏醒 奥马尼伯美奉 莲花中的宝珠 你的心要像宝珠一样 那么这个在莲花里面 那莲花是出乎你而不染 那这个世界是砸烂的 时常会让我们生起种种的烦恼 贪爱的烦恼 称恨的烦恼 那么所以我们要常常让我们的心 保持没有烦恼的状态 或是少烦恼的状态 那么你常常念奥马尼伯美奉 奥马尼伯美奉 不过就是提醒 你要时常让你的心 保持在没有烦恼的状态 那这样你当然就形成大智慧了 所以大明咒大智慧咒 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就天天只是念奥马尼伯美奉 奥马尼伯美奉 奥马尼伯美奉 根本就没有明 没有智慧 你根本就不晓得烦恼来了 要控制烦恼 要保持让不跟烦恼拦着 好的不好的 不贪爱不起称认 你没有去提醒你自己 你只是在那边奥马尼伯美奉 奥马尼伯美奉 奥马尼伯美奉 烦恼还是烦恼 那这样哪里叫做大明咒 没有明啊 所以很多人不晓得他的原理 你念这个六字大明咒 为什么这六字能够产生大智慧 智慧就是没有烦恼 人家会起烦恼 你不起烦恼 你起了烦恼 你会控制烦恼 你起了烦恼 你会调扶烦恼 你起了烦恼之后 你会断除烦恼 那么最高的境界就是不起烦恼 但是凡夫做不到 所以只能做到烦恼来的时候 我可以控制他 那么久而久之 我可以调扶他 让他烦恼变少 再进一步我可以断除烦恼 烦恼一来我就把它断除 再进一步根本就不会有烦恼 大概就是这个层次 那么这个都必须 所以你的心保持在 保持在你常常提醒自己 这个是烦恼 我不要去沾了这个烦恼 我要起烦恼心 我已经起烦恼心了 我要调扶我的烦恼心 这个人让我起烦恼心 这个境界让我起烦恼心 我要调扶我这个心 这个就是欧妈的烦恼 欧妈的烦恼 要像莲珠中的 要像莲花中的宝珠 就像这样 我们的心像一个明珠 莲花中的明珠 珍珠 这个明珠就像水晶一样 莲花中的水晶 它透明的 那么它可以映现一切的物 你看见一切物 感觉一切的境界 但是青奶现青色 红奶现红色 青色不见了 它恢復它原来的颜色 红色不见了 它又恢復它原来的颜色 青色它可以照见青色 红色可以照见红色 白色可以照见白色 一朵花来现一朵花 一个大便来现一个大便 它都是现的 它无始之道 但是它不受影响 大便不会让这个水晶变臭 或是这个珍珠变臭 这个宝珠变臭 这个红色的花 它不会让这个宝珠变红 它只是显现它的原来色 这个好的不好的 青黄赤白 香臭的 没有了 它还是原来这样 没有改变过 那么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心 像我们念 其实就是这样 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 那你如果是真的这样修 二六时钟常常在提醒自己 心要像宝珠 在莲花上出乎你而不然 你怎么不会有智慧呢 你怎么不会饱烦恼呢 当然会啊 但是后来我们慢慢慢慢 不知道它原来的用意 就开始 这个欧妈那把妹方 欧妈那把妹方 念了心还是有力量 但没有智慧 那久而久之了 把欧妈那变方做成皱牌 做成贴纸 贴在哪里 写在磕在石头上 后来做成转心轮 贴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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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没有道理了 就变成迷信了 所以你 我常常说我们修学国法一定要懂道理 他这样教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这样学却没有道理 人家这样修是可以断烦恼的 你这样修变成增长迷信 增长迷痴 你看 一样是这样念 他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像什么呢 这个牛喝了水 变成牛奶 蛇喝了水变成毒 也是像这样 所以有智慧 你怎么转化这个东西 转化这个水 怎么转化这个法很重要 那以前我们的修学都是这样 不知道转化 你得的是好的东西 但到了你这里 并不好 人家欧玛丽巴密红 本来是好的 大明咒 到了你这里 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 你念这个咒 诸佛菩萨加持你 然后你念这个咒 可以抵挡一切妖魔鬼怪 你念这个咒 可以灭一切罪 就变成这样了 不是啦 罪从哪里来 罪从夜来 罪从夜来 夜从哪里来 夜从烦恼来 你如果时常提醒自己 烦恼来了要注意 烦恼来了要清楚 你怎么会有烦恼 你怎么会累积烦恼 到可以变成罪呢 当然不会 所以为什么念这个可以灭罪 是可以灭烦恼 可以抵抗烦恼 抵抗烦恼不然 当然烦恼不然哪来的罪 那么以前有造罪 现在不相需哪来成熟 不会成熟 不会成熟 成为罪报 它是这个原理啊 所以你弄清楚了 你就知道原来是这样 你一样念 但是你在念的时候 你会很烦恼 那么你变成 没有 你只是念 想象 期待 有一种冥冥中 有一种巨大的威德力灌注在你身上 让你可以抵抗一切烦恼 抵抗一切的妖魔鬼怪 不是这样 你看这个差很多 不同的想法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你怎么想很重要 你怎么做虽然也重要 但是你怎么想更重要 所以你要弄清楚 所以他这里讲 莲花是生于雾女中 而却唯妙相结 好 那么我们讲到 这个唯妙相结是从阿弥陀经里面来的 这个 这个讲到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 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白色白光 赤色赤光 唯妙相结 不过这个唯妙相结在梵文里面没有 我们如果比对 其实他是在形容极乐世界的书神 我们如果比对这个玄壮大师的阿弥陀经 跟揪魔罗史的阿弥陀经 你对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书 我们要去找 文妙相结原来的梵文是什么 找不到 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句 这句是 我们知道玄壮的翻译跟揪魔罗史的翻译 你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 一个是旨意 一个是意义 那么 都有好有坏 有利有弊 一个是旨意 一个是意义 那么旨意就是 就是这个经是这样讲 他的原文是这样 我就这样翻 那么可能就会比较不顺 那么或是有可能就是 你照字面上翻译 但是意义就是 我认为这句是讲什么 所以我会加一些东西进去 形容它 因为就是 它会加上自己的意思 或是我认为是这样 我加一些东西 或是再加一些形容词 加一些名词 然后来 来让它看起来更顺 看起来就是 更有那个意思 那如果是 所以文妙相结基本上是 邪魔罗史意义的说法 就是来形容 极乐世界莲花的殊胜 如果是原文 它可能就是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青色的情 青色的这个像 如果简单讲可能就是这样 微妙相结 那我们后来的论识就会开始 微是什么 妙是什么 相是什么 结是什么 我们很习惯看到这种东西 那这个 但是这个只是 邪魔罗史把它加上去 但是加上去 读起来就不太一样 你说极乐世界莲花 青色金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后面加个文妙相结 你看 读起来就感觉 特别殊胜 其实是这样子 它要让你引发 对极乐世界这个精神的殊胜 但是这个是 邪魔罗史意义的说法 好 那他说到周茂蜀 周茂蜀是周敦予 以前我们读 应该是国中的时候读的吧 周敦予有一个爱连说 我不想知道 因为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们那个时代 都是读爱连说周敦予的 他说周敦予的爱连说 这个花 不管是水生的路生的这些花 很多人都很喜欢 很多人都喜欢 那么他取出三个 就是静草的陶渊民喜欢菊花 采菊于东泥下 悠然见人神 陶渊民就喜欢菊花 但是菊花只有陶渊民喜欢 其他没有人听过喜欢菊花的 就比较少了 如果在台湾喜欢菊花的那更少 因为菊花都是人在送 死人在送的嘛 你如果送人家送菊花可能被人家骂 另外唐草之后 就是唐太宗唐草之后 李世民唐太宗唐草 唐草喜欢的花是母丹花 富贵代表富贵 菊花代表饮次 这个是周敦予讲的 但是他就讲 这些他都不喜欢 也不是不喜欢他 他不是 他最喜欢的是莲花 莲花代表什么 代表君子 为什么 出乌迷而不懒 好 那这个就是导师讲的周茂蜀 周茂蜀其实是他的字 因为以前的人有名有字 他的名其实是周敦亦 周敦亦 他是宋明礼学里面的很主要的一个人 有时候叫做周莲熙 他以莲花庇育君子 他说他最喜欢莲花 因为莲花出乌迷而不懒 那导师这里讲 周敦亦是北宋的 他说君子 其实人宗和君子怎么比得莲花 佛教也常常用莲花来比喻 那莲花有两种比喻 一种表示清净 可是地域里面也是莲花 在净土有莲花 在定义里面也有铁莲花 你只是想也是一样 就是他能够出生怎么样 有好的不好 那大部分是来比喻好的 出乌迷而不懒 所以他说 其实人宗君子怎么比得莲花 阿罗汉才像莲花 因为阿罗汉出乌迷而不懒 那出乌迷而不懒就是 六六处常对不能动其心 这个懒就是烦恼 主要是这样 那我们说 这阿罗汉跟凡夫 到底有什么不同 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从一个人的行为 语言谈谱间 来知道这个人 到底有道跟无道 那么如果他说他正阿罗汉 那么我们有办法 从外表上看得出来吗 或是他从行为里面分别的出来 可以 就是正果的圣者 他一定有几个特色 那如果是阿罗汉 很明显的他就没有烦恼 如果他起了烦恼 那肯定不是阿罗汉 而且他的情绪绝对不会波动 情绪波动 就表示你面对境界 你直取了才会波动 所以佛没有 不会大笑 也不会忧郁 不会悲哀 不会悲伤 不会哭泣 就佛要入烈板的时候 出果恶格三果都会哭 阿罗汉不会哭 因为那个是面对境界 佛头要往生 阿罗汉很难过 阿罗汉没有难过这件事 因为他不会懒着 所以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 比如说 余兰本经里面 这个目见人正阿罗汉 看到他的母亲过天 那么他非常的难过 而且很伤心 而且很悲哀 我告诉你 阿罗汉不会这样 阿罗汉不会这样 阿罗汉不会因为 看到即使是你的妈妈 你的爸爸 他都不会因为这样悲哀 因为他看 他看这个事先的方式 跟我们不一样 那么就算他的父母往生了 他的父母遭到恶难 释迦牟尼佛看到释迦祖被屠杀 他也不会被哀 但是并不是他无情 因为他看事先的方式 他不是用我们情感式的看法 这个事先的轮回 那如果这样 目见人看到定义的众生 那不是更痛苦 不会 因为他直接看到的是 业果的像 那我们说到 阿罗汉 这个导师在 《学佛三号》里面 解脱者的境界里面 提出来 我们看 他说 圣贤他一定有 有凡夫 跟凡夫不同的差别 有两种 那么先讲第一种 他说第一个 他一定是冠冕 心中充满了冠冕 这个一般人家叫做正大冠冕 所以他没有因 他没有烦恼 充满了智慧 阿罗汉是一切智 所以他时时都知道 这个因果关系 他其实是知道的 那么怎么样来怎么样去 所以他常常保持在光明下 自觉自正 所以阿罗汉不会有忧愁相 不会有忧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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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会 如果你有忧苦 有忧愁 那么那个绝对不是阿罗汉 出国二国三国还会有 三国也大概比较没有 出国二国会有 但是他也是圣者 但是阿罗汉绝对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他有光明相 第二个有空灵相 所谓的空灵就是 不着成功无所挂爱 就是他非常的自在 他不会因为一件事 扛底啊 还是有一点点 要做不做 要用不用 不会 他不会 不会懒着一些东西 不会懒着这个世间的境界 不着成功 所以你好不好对他来讲 他是没关系的 他要度化你 你不让他度 他也不会因为这样挂爱 那么无所挂爱 他不会挂爱世间的事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叫做喜乐 这个是 因为他是法喜充满的 所以清安法喜 他有这种现象 所以没有忧苦 他是时常煮在清安法喜里面 离戏妙乐 没有一切的戏服 有喜乐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有三种特质 别以凡夫 跟凡夫不一样 这也是阿罗安 你会发现 他有这三种特质 还有一种就是 跟凡夫比较起来 最大的差别 凡夫有忧悔 阿罗安一定是不忧不悔 如果有忧悔的 那肯定不是阿罗安 什么叫做不忧不悔 什么叫做不忧不悔 不忧不悔呢 行所当行 受手当受 那么受手当受 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应该要面对就面对 应该要受就受 那他也不会因为这样 哎呀早知道 我应该要怎么样 他不会这样 那么第二个不疑不破 他很多东西 他是很清楚的 那么 这个叫做 马德事无所谓 事无所谓 就是 这个是烦恼 会涨到 绝对是会涨到 这个是烦恼 绝对是烦恼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除烦恼的法 他绝对知道 就事定 这个 一定是可以除烦恼的 烦恼一定是涨到的 那么 这些他都知道 他绝对不会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个不知道 能不能除烦恼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清静 他不会不知道 他一定知道 所以他会跟你讲 他会说 我已经断尽烦恼了 这个是决定的 那么 这个是烦恼 决定是烦恼 这个烦恼会涨到 决定会涨到 这个法 这个八正道可以解脱 决定可以解脱 他没有疑惑 没有觉得说 我虽然就这个法 但 我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解脱啊 如果我说这个 我能不能解脱 他不会 可以就是可以 你这样修可以解脱 就是可以解脱 你这样修不能解脱 就是不能解脱 很清楚 他没有疑惑 那我们不是啊 我们 到底我们这样念 有没有功德 这样念 有没有效 这样念 有没有 有 会不会产生什么作用 我们有时候 还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有疑惑 所以这个叫事无所谓 那么这个绝对的自信 对于这个法 能不能解脱 这是不是烦恼 会不会涨到 他已经得解脱了 那么 这一些他完全很自信 就是完全都知道 彻底的知道 所以他会展现他自信的这一部分 就是说这样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所谓的不以不获 还有就是他 我们说过他 阿罗安已经完全没烦恼 刚才像秋天的太阳 完全没烦恼 没有一点点云 没有 所以他是怎么样 不忘不失 对于正法 他不会忘失 时常都是正念正知的 不忘不失 对于他所得的 跟他所正的 跟他所意识的 那对于正法 于所正法 见地真实 所以从这样来看 阿罗安 甚至解脱者的心境 基本上就是这样 跟凡 这个是解脱者的心境 这个是解脱者跟凡夫的差别 好 我们先下课 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